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來玩真壞 我是大老闆 我們先遊客玩一下吧 好 開服時間是5月9號上午10點 那今天是5月10號 虛寶馬 VIP626 VIP888 好 聲音的話 開一下 來吧 這感覺像紅金寶 畫風有點像那個香港藝人的紅金寶 扭一下蛋就穿越了 穿越到民國啊 然後這邊可以ID 阿姆 男生或女生吧 我們選個男生好了 嘿 名字要重來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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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我打完之後再選性別的話名字也會在 但是名字他要給我 reset了 好 大概又是那種 點擊經營建造 然後可以一直賺錢 然後提升我們的位階啊幹嘛的 公孫明軒就是我啊 我姓公孫啊 我是您的幻夢人生助手 錦璃小仙 好 說好的 我在民國當老闆呢 民國當老闆 嘿嘿 我帶老闆去銀號鑽鑽 民國還在啊 中華民國在台灣 好玩 但是那個 中國大陸那邊有那個中華民國的墓碑啊 已死啊 中華民國已死 我們回來遊戲吧 上海灘喔 上海灘獨勝啊 啊就是我說的 點擊賺錢啊 然後蓋這些建築物繼續省錢 提升你的收益 元首 就冷笑話嘛 就是 哆啦A夢為什麼喜歡幫助別人 哆啦A夢啊 小叮噹 先看看 接下來要幹什麼呢 因為他總是 總是伸出元首 圓形的圓 元首喔 但是是圓柱的圓啊 雙關羽 好冷笑話 剛剛他也伸出元首啊 好啦 這個配音齁 聽起來是 陸服配音 中國配音 恩 德賢飲茶 這樣 喔 最近有這種遊戲耶 我看我小朋友很喜歡玩 有一堆杯子有沒有 然後杯子裡面有各種顏色 然後開始 這樣子分配分配 他點來點去點來點去 他就這樣點來點去 然後就過了 然後我就說你又在玩這種小遊戲啦 啊 等一下一定跳廣告啦 喜歡看那種 玩那種廣告小遊戲 果然沒多久都跳出廣告來 他在小學幼稚園就喜歡玩那種遊戲 很快啦 已經小二了 好 鼓勇一下 鼓勇鼓勇 建造冰室啦 冰室的話 高雄很多那種吃到 也不是吃到飽 十人份 二十人份 三十人份那種冰店 如果去高雄玩都會去吃冰 以前那個員工旅遊好像去奇景玩 那邊有那個冰店 大家可以 一起吃一大碗剉冰 剉冰 可庫劍 OK 銀號 銀號是什麼 銀行嗎 銀號 銀啊 然後就去 這邊十點還不行 好 十五個 就是 叫大掌櫃啊 叫大掌櫃啊 那這個遊戲叫做民國大掌櫃啊 在民國當大掌櫃啊 我是大老闆啊 呃 這個勝利音樂太熟悉了 呃 你的形象我像是用男生嘛 你也可以用女生啦 這個看起來好像沒有結婚系統 有的會有結婚系統啊 就 娜娜妾啊 生生小孩啊 指示系統 這孔不知道有沒有 可能沒有吧 好 我們招募了一個賣貨狼 提升到二級啊 民以食為天 好 進步日報第一期 螃蟹入侵喔 廣似點心 喔 香港 喔 願榮光回歸香港 那個今天的新聞有爆 就是那首歌已經變禁歌了 願榮光 已經變禁歌了 就是你只要唱那首歌你就 你就GG了 然後最近還有什麼新聞啊 喔 好像進出中國的話會檢查手機是不是 他有權檢查你的手機啊 呃 都是瞄到標題而已 我沒有深入去看 最近的新聞 每天都會有啊 每天都有奇怪的新聞 發生 怎麼這麼好吃啊 哇 這個 不錯不錯不錯 稍微揚眼一點 喔 這個是那種 以前那個電視劇有沒有 徐志摩那個年代有沒有 徐志摩那個年代他們那個女生要穿這種衣服 這種衣服為什麼現在沒有啦 不見了啦 喔 我們有那個 約會系統 結婚系統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選男生啦 因為如果也是女生的話有可能 你的那個第1隻的角色是男生 可能是表哥啊 表弟啊 晚君表妹啊 晚君表妹 啊 晚君表妹來了 以前那個徐志摩那部電影叫什麼 忘記了 反正徐志摩也是挺風流的不是嗎 娶了好幾個老婆是不是啊 然後最後被他最後一任老婆給 拔乾 吸乾他的錢 他不都在大學裡面當教授嗎 然後他那個老婆不是很 也是交際花是不是啊 我不曉得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徐志摩啊 呃 第一任老婆是 張家什麼的不會念 第二任老婆是陸曉曼啊 就是陸曉曼啊 對啊 我剛剛講的應該是陸曉曼吧 喔 陸曉曼 中國農民 中民農工民主黨黨員啊 好吧 反正有拍過一些電視劇嗎 影劇啊 也是拍他 徐志摩跟陸曉曼的 看來看一下他們的照片 也沒多好看啊 那個陸曉曼 大餅臉 黑白照 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我們約會一下 我們約會一下 他叫徐文宇喔 徐文宇 結果這邊放一些 藍調爵士音喔 可不可以跳過啊 這個沒什麼問題啊 穿著內衣而已 這種遊戲不會有什麼18禁 比較容易黃標的就是那個 如果你是那種比較真實的圖片 比較容易黃標 那這種卡通圖片應該是還好 根據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歡迎老闆回家休息 所以如果你的頻道是比較那一種 寫時風然後又比較 路 暴露 暴露 暴露的可能就會黃標 黃標也沒怎樣 黃標就沒廣告而已了 沒廣告收益而已 好那 功能都開了 這個我們的 組成 別墅 別墅 有資交啊 我們現在是 要有深藏不露的野心 上海他二級富豪啊 為什麼我們家有這個資交是這麼窮啊 他的衣服怎麼那麼窮 好像乞丐有沒有 領取一下 領取一下 以領取 以領取 之前那部電影是什麼啊 電視劇是什麼 我很納悶 是不是那個誰演的啊 以前我們看那個人間四月天啊 以前台灣的一個連續季 對啊 我就記得主演是伊能靜 伊能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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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能靜就演那個露小曼 我記得 人間四月天 只有看一點點而已 前面只有看一點點 伊能靜 伊能靜最後也是劈腿了吧 因為長期都在大陸嘛 然後 跟他老公就 聚少離多啊 然後久就 跟小仙肉在一起了 然後就離婚了 他以前老公是余晨慶嘛 以前伊能靜是 叛逆的代表 電視那個 接廣告嘛 然後唱歌嘛 現在不知道 現在我都沒有他的消息了 沒有在關注 藝能界 也沒有在關注八卦藝人 會知道都是那種 比較不好的事情出現才會知道他們的新聞 就 然後 找到幹嘛 登登 登 三連線喔 喔 那個 翻牌啦 翻牌啦 那他沒有在蓋起來啊 他沒有在蓋起來讓你考驗一下你的記憶力 好 這個賣貨王又來了 這個是民國版的教育大掌櫃 好 繼續雇用我們的小伙計呀 然後賺到錢之後就要去跑關卡 你還可以記一點 我們來個十連固好了 不然實在太慢了 我不是固了嗎 我還不能十連喔 可惡 我每次都很納悶 這種遊戲玩到後面是怎樣啊 我玩大掌櫃好像有玩了一個禮拜吧 就一直點一直點啊 我不知道在點什麼意思 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一直養成吧 消磨時間 我們要配置那個人才啊 到時候店鋪要為人一個人才 人才就是我們的這些英雄吧 派錢 剛剛這個賣貨啦 然後可以提升這個收益 他會有一些能力加成 30%有沒有 賺錢速度30% 木業 提升他一些能力值 被動有沒有 提升他賺錢速度啊什麼的 店鋪啊什麼的 你看這邊有 可不可以十連啊 不行啊 不行 我們就乖乖的點吧 好 繼續雇用 便利店 百貨 有一個那個 寫真的那個YouTuber 會把一些台灣早期的一些 照片都拿出來講解 左龍寫真館嗎 我前有一陣子我蠻常看的 就是一些照片 老照片把它修復回憶嘛 把一些黑白照片拿修復 變彩色了這樣 然後他可以講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一些歷史故事 有圖有真相 他說有圖有真相啊 左龍寫真館 那些什麼日治時代的事情啊 民國初年的事情啊 台灣人怎麼樣怎麼樣就講一些台灣人的故事 當時的一些什麼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還不錯的一個 日治情頻道嗎 算日治情頻道吧 我有沒有訂閱啊 搞不好沒訂閱 有時候看過就算了 就沒給人家訂閱 大家就是有喜歡的頻道就支持一下 你看我 你能聽到這邊的 表示你是我的觀眾嘛 就訂閱一下 我相信你應該訂閱 可以聽我在那邊廢話十幾分鐘對不對 肯定是我的忠實觀眾啊 我就相信你已經幫我訂閱了 點一下我們這個 親密度送東西啊 這個你不要想我有色色的東西啊 頂多就是剛剛那樣而已 寬衣解答一下 內衣給你看一下 有些紀錄片我還蠻喜歡看的 有一些紀錄片我還蠻喜歡看的 可以看到一種 英國的 200年前 一兩百年前的英國 因為英國以前都有一些紀錄片 當時的一些 拍攝的東西然後把它 還原 復原 就變彩色了 日本的也有 明治維希那個年代 就一百多年前 台灣的有一些 老照片都是一些 當時的 美軍啊 或是日本人啊 拍的 他們是去拍出來的 畢竟我們以前 能拍出來都是有錢人啊 當時的有錢人 才可以玩相機嘛 或是攝影機啊什麼 連清朝的你要去找都找不到 清朝都是一些傳教室拍的 也是那種歐美的 傳教室啊 然後就開始 拍片 紀錄片 現在YouTube都找得到 你可以看一下當時的 那黑白的就 黑黑的嘛 有些是修復的 把它弄成彩色的 因為現在AI修復很快 AI會幫你修復 可以用AI軟體幫你修復 這個誰啊 嘎子 這是唸嘎嗎 OK 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算是 懷舊嗎 有懷舊嗎 沒有懷舊 就民國初年這些 上海灘嗎 卡通瘋的 卡通瘋的 上海灘 升級富豪 這有的會設定地點 你可以設定你的那個城市 城鎮 這款可能沒有吧 也都會設 你是台灣的什麼縣市啊 就可以設出來了 台北啊 桃園啊 新竹啊 高雄啊 台南啊 隨便你設 好那就先這樣啦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